没有药了 看来今晚 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 难道 让断枝再生的 就是那个东西 跟着它 看看它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又是这屋 又失灵了 小语 不怕 有娘在呢 大人 动手吧 我不想竹平看到我最后的样子 主要是大人 请你杀了我吧 你若是硬要插手 那我们就来个鱼死网铺 你到底是谁 出来 别急啊 我们很快就会见见 哥 没有药了 这段时间 消耗特别大 他们发作的频率 越来越频繁 这药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你在质疑我的医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你是没看到 他们发作的样子 真的很吓人 像妖物 不正常 给他们完整的身体 让他们能养家 这个 不就是他们追求的正常吗 可我担心 我担心这药会让他们变成我 瞎操心 只要吃着我的药 保止就没事了 只要我路身意在 别说是断手断脚 就算是到了阴曹地府 我也一样给他捞回来 实话告诉你们 他们身上的一些反应 都是正常的 等他们再吃一段时间我这个药 他们就会完全习惯 到那时 我会让他们灌发新生 别说是断脂了 就算是死而复生 也没问题 哥 我先回去了 快走快走 我还要忙着治药 等等 神药也得省着点油 即便是我路身意 一个月也只能治一匹 这到底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过 可以控制雾气的妖怪 他知道我太多秘密 我得尝一尝 出下 好